新党青年军社及违反国安法遭调查局搜索住家并具体偵讯引发社会轩然大波 许多民众赫然才发现原来证人竟然也是嫌疑人 按照常理证人并非嫌犯 但在台湾目前的检方办案巧门里 名的白纸黑字传你当证人 其实有很高几率是案中质疑你是嫌犯 但这样的办案设法与程序从民众期待司法改革的角度来看 长期一下来是否合情合理 先不论新党青年军事件是否涉及国安法 毕竟证据会说话无需外人评论 但在案件惊动全国全民都看到证人尚未出席作证 就先被检方阴闯住家大局搜索 执法是否过当有待商榷 举个例说隔壁大妈因邻居犯了一件涉及刑事且损及自己权益的事 因此他决定提告地检署寄来传票 发现自己竟变成了证人 正打算依据传票排定的时间前往地检署作证 突然家中门铃一想 调查局协同管区员进拿出搜索票 要求当场依法搜索大妈的住家 如果一般人遇到这种证人瞬间变嫌犯的场景 会不会感到错愕 曾跑过法院或地检署的身边亲友 有不少人都曾被传唤为证人 有些甚至是原道也先变成证人 为什么检方办案有这么多当事人突然变成证人 是因为法律巧门 依据刑事诉讼法 只有被告才有委任律师的权益 如果是证人 只要单身前来 许多检方不希望在他讯问当事人时 有人在一旁帮当事人争取法律权益 妨碍检方办案 因此透过把被告辩证人的方式制开律师 刑法有畏证罪 如果检察官在侦查时发现证人 鉴定人通意若有虚伪陈述者 可处当事人7年以下有期徒刑 也就是如果检方以后发现证人当时的陈述 与之后的证据有出入 当事人就另外犯了未证罪 部分检察官习惯以传唤证人的办案方式走偏锋 如果回头看新党青年军被以证人身份传唤出庭 却在出门前被检方突袭搜索住家 检方办案的桥门有没有走到极致 只能说见人见智 各单位都有KPI 关键绩效指标的压力 检方起诉案件后的定罪率也是 递检署评估办案品质的参考指标之一 如果检方为了达标 在司法程序上走桥门 浮烂的传唤证人 甚至突袭是对证人发动搜索而不是名正言顺的开大门 走大路会不会让外界有侵犯人权的疑虑